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注視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美國大選已經進入關鍵倒數39天 但是昨天中國發射洲際彈道飛彈 而且強調這個彈頭 可以攜帶核彈頭的同時 這個核威脅 引發全世界高度的關注 特別是10月1號前夕 核戰兩首的核威脅 不只是日本澳洲紐西蘭反彈 美國也高度戒備 美國內部反中派認為 中國發射飛彈事實上是戰爭的訊號 同時AIT的處長谷立妍接受了中央社的專訪 專訪裡頭提及美日台三方只要一方有事 另外兩方就救援 同時AIT事實上現在也看好美台之間 直接合作無人機產業 特別是美國研發台灣生產製造的模式 也有可能改變未來台灣跟無人機產業的面貌 好 這一回合事實上賴清德也主導了台灣的全社會防衛任性 因為備戰才能避戰 然而另外一個戰場在立法院 坑澤圖立威精跟星光事實上檢調還在爭辦 可是立法院的總預算之亂 後續會有哪一些效應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黃世聰 大家好 再來是范世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周惠航 大家好 再來是吳靖怡 大家好 再來是吳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林嚴峰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中國在10月1號之前 核戰兩手發射了洲際彈道飛彈 而發射的當天 事實上日本的軍艦 自衛隊史上頭一回穿越台灣海峽 那事實上紐澳的軍艦也穿越台灣海峽 好 中國發射了核威脅的訊號的同時 普丁人也開記者會也發射核威脅訊號 好 方老師 剛剛看到中國發射這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而且強調這個飛彈可以安裝核彈頭 這當然全世界解讀 這是超級的核威脅 那美國方面的對中國鷹派 甚至直接解讀 這個是中國發動戰爭的訊號 對 下個禮拜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5週年 那在這個前夕 中國罕見的發射了這個所謂的洲際導彈的彈道飛彈 在25號 也就是我們看到禮拜三的時候 那這個可以說為什麼大家特別關注 因為過去中國發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都是只做不說 那這次是又說又做 而且是44年以來 中國首次的公開的宣誓 而且過去來講 他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都是往內陸射 因為他很敏感 所謂的洲際彈道飛彈 它基本上是跨洲的 那我們知道對美國來講是最大的威脅 因為美國是極有可能遭受到中國 進行這樣的一個長程的洲際彈道飛彈攻擊的國家 那過去來講他就是往西北 往中國的內陸射以避免影響 特別是美國跟歐洲國家的關心 但是這次他不是 他是射向了太平洋 因此我覺得這個當然對美國來講 他的第二島鏈就直接受到衝擊了 包含他的夏威夷 他的關島 那甚至他本土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美方是高度的關注 那就在同一天 我們看到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可以說他成立70年以來 第一次的從台灣海峽由北往南通過 另外澳洲跟紐西蘭的海軍 也在同一天跟日本的自衛隊同時在台海出沒 所以我必須要講 我們現在台灣大家都在關注柯文哲案子 可是其實國際的情勢是非常的複雜 而且是詭譎多變 那這次中國在國慶節前夕 射了這個洲際彈道飛彈很清楚 就是上國際表明一個 是說第一個我不演了 第二個我要未來有可能 對其他的國家實施的是核子的攻擊 核彈的攻擊 那無獨有偶 這個俄羅斯的普丁也同時講到 如果有核武器的國家支援烏克蘭參與攻打俄羅斯的話 他們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所以看起來中國跟俄羅斯這兩個擁有核導彈的國家 目前似乎都把這個核導彈已經慢慢的 本來在倉庫裡面慢慢拿出來 而且開始向各國做炫耀 而且做展示他們的藥武揚威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會讓國際情勢更加的複雜 那剛才您剛才講過 中國是文的一套 武的一套 核戰兩者策略 發射洲際彈道飛彈是武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大家關注到 最近賴清德忽然講一句話說 我們絕不簽署和平協議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認為可能我們方也獲得一方訊息是 中國現在看到美國的總統大選即將 這個即將在這個年底產生 不管是賀錦麗也好 或者是川普當選也好 美國都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政治的改變 所以美國現在有情資向台灣來表示就是 中國又上向美國做相當的遊說 就是希望美國能夠接受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就是 這個台灣很多的政治人物 包含像馬英九 還有可能去澳門參加澳門回歸25年的一個節慶 那澳門當然是一國兩制 所以有沒有可能中國也在 向台灣面部一些三男男人士 發出訊號就是 希望兩岸能夠簽署和平協議 所以為什麼賴清德這時候忽然提到說 我們不簽和平協議 那很多人說 欸 戴清德這樣的講法 是不是我們拒絕和平 不是 而是第一個 中國跟各個國家簽的協定 他從來都不遵守的 包括我們看到1949年 當時他跟這個達埃喇嘛也簽署了相關的協議 就是中國不會介入西藏的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後來中國隨即派軍包圍了 這個西藏的這個拉薩 然後造成達埃喇嘛後來他必須要逃難到印度去 承擔這個德蘭加沙成立流亡政府 這是第一個中國不遵守協議 第二個就是1997年的當時的中英聯合聲明 當時的英國的首相財奇爾夫人到北京去 跟鄧小平簽署了這個所謂的 中英聯合聲明 就是香港在一直 九七年回歸之後 這個五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但是我們看到不到25年 香港現在已經從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了 所以中國說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張歷史的文件 中國沒有必要遵守 可是我們要知道 當時的中英聯合聲明是送到聯合國去公證的 結果中國說撕毀就說撕毀 所以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守信的國家 因為跟這個國家簽和平協議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個我們知道如果要簽和平協議 中國一定是堅持在一個中國之下 台灣是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去跟北京簽 這是完全矮化台灣 完全讓中華民國消失在全世界 第三個 如果是簽署和平協議表示什麼 表示兩岸還是屬於一個內戰狀態當中的一個延續 因為有內戰 1949年的國共內戰一直到現在為止 所以我們要簽和平協議 那表示我們也認同我們是一個內戰狀態的一個情況 那變成台灣問題變成不是國際問題 變成是一個國內問題 變成台灣海峽的問題 變成是內海化的問題 就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日本 澳洲 紐西蘭要穿越台海 這樣一個狀態是要證明台灣海峽是個公海 是個國際水域 那就完全是相反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像AIT的新任處長 古力言他也提到就是說 美日台任一方如果遇到挑戰 另外兩方要即刻救援 這也是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避免台灣問題變成國內化 避免台灣變成特區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要兩岸簽署合併協議 是把台灣變成香港變成澳門 這也是美國跟日本不樂見 那古力言他非常的這個中文非常好 他曾經當過AIT的副署長 我也曾經去過他的官邸兩次 他的太太也是台灣人是台灣女婿 他在AIT的副署長的時候積極的幫助台灣 包括我們剛剛在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協助台灣 那後來他在台灣任滿之後 他到日本擔任副大使 那在擔任副大使之後輔佐的日本的大使 那也曾經代理過大使 然後最近是回到台灣擔任AIT的處長 也是大使級的了 那他講到這一塊 這可以說是美國有史以來的 第一次公開講就是台灣有事就是美日有事 那我們知道過去美國對於台灣問題 是非常的曖昧不清楚的 但是這次古力言他可以說把台灣問題清晰化 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那我們看到從去年從今年以來 台灣的海巡署 我們的海巡署的艦艇已經直接開到夏威夷的檀香山 而且那個時間剛好美國正在進行的是 這個所謂環太平洋軍演 我們的海巡署是不是有機會參與美國的環太軍演 或者擔任觀察員 這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第二個就是最近我們的台灣的海巡署的艦艇 直接開到日本的東京 然後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廳進行的聯合的搜救演習 這也說是台日之間史上同一次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的海巡署 或者美國的海岸防衛隊 或者日本的海上保安廳 都是被稱為第二海軍 就他們在戰時的時候可以作為直接參與戰爭 我們看到美國的海岸防衛隊 他的這個總司令就是上將 美國海岸防衛隊他戰爭時期 包含我們知道之前美國打的這個所謂的 中東的戰爭也好 或者相關的戰爭 他們都有參與 甚至連韓戰的時候 海上防衛隊都有參與 所以說美國的海上防衛隊 他是有軍接的 他有自己的軍校 他有自己的艦艇 有自己的空軍 他們基本上就是第二海軍 而跟我們的海岸這個海巡署 也是第二海軍 平常是這個抓走私 收救 這個抓偷路犯 戰死的時候 他可以搖身一變變成了海軍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的海巡署 日本的海岸防衛隊 跟美國的海岸防衛隊 跟日本的這個海上保安廳 已經進行連結了 那這個連結我覺得很重要 那下一步有沒有可能三方 美日甚至韓國 甚至菲律賓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 中國跟菲律賓的海上衝突很多 中國跟南韓的海上衝突也不斷 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 從菲律賓 台灣 韓國 日本 美國 五國的海上防衛隊 共同來進行軍演 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進步有沒有可能是 從第二海軍變成第一海軍 所以我必須要講 台灣的問題 已經是完全的國際化 而最近有人可能在談說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是把台灣問題國內化 變成內置化 特別是 如果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北京一定會要求 台灣不轉跟美國買武器 因為既然已經和平了嘛 要買什麼武器呢 那我們可能就會斷絕 跟美國的軍事合作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 美方派的大規模的團隊 來台灣參觀台灣的無人機 而且美國可能會跟台灣共同合作 台灣的無人機 可能掛美國的牌子 行銷全世界 這對台灣的軍工產業來講 是一大福音 所以我必須要講 最近有人在談 台灣要簽署和平 這樣的聲音出現 我認為背後是北京的因素 而這可能會斷絕 台灣跟美國跟日本的軍事合作 那對台灣來講是非常不應該的 難怪 賴欣德已經多次否認 我們要跟中國簽和平協議 這不是我們台灣不要和平 而是簽了和平協議 也沒有意義 而是讓台灣失去了自我武裝 以及跟美日軍事合作的可能性 好那中國事實上昨天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 強調這一個飛彈可以攜帶核彈頭的同時 全世界都解讀 這是中國向美國跟全世界發出的核威脅的訊號 在美國內部反中鷹派甚至解讀 這是中國發動戰爭的這一個備戰跟訊號 好 明杰各界解讀 中國正在發出戰爭訊號的同時 對於台灣的文攻武嚇跟老台的動作 事實上也加大力道 對中國44年來首次公開 我們強調公開前一次是沒有這一個公開 那這一次公開向太平洋的公海來打 這一個ICBM洲際彈道飛彈 是可以帶核彈頭的 這毋庸置疑當然是在秀他的核肌肉 但秀核肌肉的目的什麼 當然就是在威脅周邊國家 在挑釁美國 那其實這有非常多不同的戰略意涵 有對外有對內的 我們從幾個層面來觀察 這比較特殊的是說 基本上來講永和國家 擁有洲際彈道飛彈的國家 八個國家來講 基本上在測試核彈載具 那飛彈本體的時候 如果面積夠大 大部分都是朝內陸打 包含像俄羅斯也是 那像中國來講 過去東風41 10次測試 全部都是從他 等於說3C這個地方 打到西北的沙漠 那等於說對於轉向 朝向太平洋來打 這個當然有不同的意涵 那現在中國媒體傳出 整個我們要觀察就是說 看這一枚洲際彈道飛彈 他測試的飛行的航路 跟這一個彈道的軌跡跟弱點 那中國媒體有彙整 這是不是官方有證實 或關係的不確定 但是看起來應該不會錯 那如果從路線圖 我們看到他這次比較罕見 是用這一個 應該是公路的機動發射車 這個地方是大概海南的地方 那基本上朝這個東南的地方打 那這是屬於南太平洋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夏威夷在這個地方 其實離夏威確實還有一段距離 那看起來似乎不是朝著美國的本土打 但是解放軍的核武 有可能去攻擊這個中南美洲嗎 當然可能性不高 也就是說他刻意轉個向 但是中間很敏感的部分 這彈道的這個飛行的過程中 其實有越過關島的上空 那不過因為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那他是先從出外太空 然後這個彈頭脫離之後 最後才這一個漸落 所以上這個經過關島 不算他領空 算是經過他外太空 那當然他譬如說他經過菲律賓 他跟菲律賓也完全都沒有打照面 那從這個飛彈的這個航行 飛彈軌跡可以判斷就是說 他飛行的過程 中國媒體是說 可能應該有1.2萬公里支援 等於說用這樣的一個手段 那讓美國知道說 其實他只要轉個向 就可以襲擊到美國本土 那過去來講 其實洲際彈道飛彈 一般是部署在這個中國 這個華北或東北的地方 他走上面的彈道比較近 那這次刻意這樣走 也在測試說 他的這個射程已經可以破外 那這當然無非就是在秀 他的這個核武的肌肉 要給這個全球來看 那這樣的意涵主要是什麼 當然還特別公開這個訊息 那我們看到這次美方也很特殊 這個五角大廈有出來講說 他們有接貨到中國事先的通知 那為什麼還要既然要這個挑釁美國 又要通知美國 我想要他傳遞一個訊息 他北京大概是想要跟美國講說 我有能力可以用核武來攻擊到 你美國的本土 但是我不希望中美之間真的爆發核戰 我覺得有這樣轉一個彎 這樣的一個隱晦的意涵 那當然很重要的對內大內宣 我們看到先前火箭軍被清洗 現在執行這次任務的 當然也有火箭軍來這個擔任任務 那當然這一個習近平 藉由這樣的一個洲際彈道飛彈的測試 也要對內來證明說 這火箭軍具備一定 執行飛彈射擊的這個能力 那主要也是要鼓舞他的軍心跟民心 很重要的時間點 當然外界觀察說 因為十一中國的這個國慶快要到了 是不是藉由這個機會 也在炒熱內部的這個民族主義 轉移就是內部經濟衰退 這些可能對習近平政權的質疑 當然很重要的還有發言像 這一次的這個導彈到底是哪一種 那外界有很多的討論 我們再一次看這個是 中國軍方自己公佈的高清圖 而且為什麼要公佈到高清圖 就是要把細節公諸於全球 讓美國去看 他似乎具備某些 這個新的核武的能力 那這張照片裡面 我們先前講到說 他基本上來講看得出來 下面有一個 這一個是屬於運力社的 這一個公路發車車 就是說把這一枚舟機彈道飛彈 非常的長 直接可以運載到某個發射地點 然後把他的發射架豎起來 立起來 然後直接射擊出去 那放大的圖片 主要大家外界觀察 到底是東風41還是東風31AG 東風41的射程是比較遠 不過看上面這個地方 他是屬於三級固態火箭 基本上我們講到 他不是發射頸 固定的發射頸 就不是東風五行 因為東風五行屬於液態燃料 他加注燃料要多達兩天之久 其實戰備非常的慢 而且會冒白煙 所以他後來艦洞庫把它藏起來 公路發射車就很快 因為固態燃料 他隨時可以發射 那三級固態火箭 主要是在觀察他這個彈頭 其實這是一個錐體 他只是一個錐照 這不是彈頭 真的攻擊的時候 其實這個錐照 出大氣層之後 準備中段飛行完結束 要往下攻擊的時候 這裡頭其實才會有很多枚的 不同的核彈會散發出來 中間可能都還包含幼兒 那外界是看上面有一個平平的 這個地方 可能比較像東風31AG 那這個部分 他要展現的是什麼 公路發射車代表什麼 他的生存能力強 因為他可以到處機動 這個譬如說 部署到樹林裡面 讓你衛星偵查不到 或者是建築物直接進去 沒有固定的地點 因為你的這個飛彈發射頸 如果是固定 其實衛星都知道你的地點在哪裡 美國要摧毀你其實是很容易 所以他要展現他的生存能力 就是說他容易藏膩 也不容易這個被消滅 也就是說他具備 Second Strip 戰略核武上面的二次核打擊 就你今天美國如果敢丟核彈 對我攻擊我 我馬上也可以透過這樣的生存 發動發射車直接回擊你 這其實他道理跟核潛艦 戰略核潛艦是一樣 藏力在海裡 你找不到我就可以反擊你 那還有很重要 我們要觀察是說 那難道這次試射就表示 中國的這個核武已經激起 直追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 當然我認為恐怕還找得很難 第一個 當然陸基型的 美國現在的義勇兵三型 是比較 服役年限比較久 大概五十年 而且是固定式的 但是我們要看他的精準度 因為這一次 這個中國媒體自己都講說 我們剛剛看的這一張圖 他的這個預定這個落點 這個地方到底位置在哪裡 他並沒有公佈 那有一種說法是說他其實落差 遠達一百公里之遠 那這個落差一百公里之遠 其實就可能沒有辦法真正襲擊到 他要襲擊的目標 但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過去觀察 美軍一勇兵三型 同樣你看他 固定從加州藩登堡基地 直接往同樣夏威夷南方 有一個馬紹群島附近 有一個把區一年會打個兩三枚 他不是打6773公里 就是6774公里 換句話說誤差只有一公里 這是百倍之差 所以恐怕這一個 他洲際彈道飛彈的精準度 其實外界還是質疑 還有一個部分我們要補充 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來這個對太平洋 這個發射洲際彈道飛彈 那我個人觀察 這已經算是升高到核無等級 雖然不是朝著美國本土打 那為什麼解放軍或習近平 這時候要有這個大動作 我認為反而是凸顯習近平 對不管是美國或整個台海局勢 某個程度來說恐怕是沒招了 因為他不斷的升級 你基建不斷的在繞台 用各種手段要逼迫美國 遠離第一島鏈 結果美國反而這個有更多的駐軍 更多的火力進駐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變成已經沒有 可以恐嚇美國的手段 只好把核武都拿出來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要小心 我認為他確實是在學普丁 那剛剛講到張家敦有談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戰爭訊號 這確實值得觀察 但是我們也不要自己嚇自己 他從這個角度觀察 應該是看普丁 2022年4月 2月在這個入侵 烏克蘭前 其實他就有多次舉行核武的演習 也有試射核彈 那這樣的一個把戲不斷的重複 那最後本來外界以為說 這只是一般的車子 但最後沒想到他真的入侵烏克蘭 所以當然有國際專家也朝這個角度去解讀 好那回過頭來最後講一點 就是說美國這一次有收到 中國要這個打洲際飛彈的通知 日本這個非常的不高興 因為他沒有通知日本 那更不要講菲律賓直接飛越 他也沒有在甩菲律賓 他只有把美國放在眼裡 那美國講了說 這個五角大廈說 這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避免誤判 那不會導致雙方這個進一步的衝突 是往正確的方向走 不過我覺得五角大廈講這是檯面話 美國絕對不是吃素的 中國都把核武搬出來 可能某個程度隱貴的 可以轉向朝你美國本土攻擊的時候 美國會說這是好事嗎 美國是表面上這樣說 但背後他的軍事戰備 絕對全力加速 舉例來講 這個本來他的核武更新 花很多錢 當然要花很多時間 這下子我看不管是 下一任是民主黨或共和黨政府 特別是川普是非常這個迷信 核武的能力 所以他絕對會加大預算 權力來推升 包含像譬如說他一勇兵三型 要幻星一型叫哨兵 這一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海基的譬如說 二亥二的核潛艦已經老舊 他也要全力 再增艦10艘的哥倫比亞級 那更不要講更新B6112 這些空射F35就可以掛載的戰術核彈 也會全部的可能數量都會增加 更重要的是我觀察 甚至我可以預言 這一次菲律賓 他從菲律賓上空飛過去 我們知道先前 南韓因為部署美國的薩德 跟這個中國搞得非常不愉快 中國為什麼反對在南韓部署薩德 因為他的TP2 這個Export的雷達 基本上來講 中國只要從華北東北這個地方 他的飛彈離地之後 馬上這一型的雷達就可以偵測到 同時配合這個薩德 他高高空攔截的能力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洲際彈道飛彈 他在上升階段 就可以把他攔截打掉 那現在菲律賓變成他從南海打 從這一個海南島打 飛越菲律賓 我認為美國未來可能會在菲律賓 進駐薩德 因為是相同的道理 就是說南韓有 我現在菲律賓 你剛好讓我一個理由 我把這個薩德也進駐到這裡 那更不要講 南韓一直希望美國恢復 在南韓部署核武 那先前美國不願意 這下子我認為有正當的理由 美國可能會把B6112的戰術核彈 直接進駐到南韓 不見得是對付北韓 而是對付中國 然後要不要把B6113的戰術核彈 我們要在大陸上 出面的戰術核彈 在美國也有很多 在日本人的戰術核彈 還會有好處 所以說 到南韓有的 我來不見得是對付 是對付 我來不見得 是對付 我來不見得 你好來不見得 我來不見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请教一下伟航 一方面国际间现在高度关注我 中国试射这一回合的洲际弹道 废弹的军事跟政治效应 另外一方面 今天事实上呢 这个立法院仍然攻防的是总预算大战 对总预算的这个部分 目前是这个 大家都有和谈的意愿 而且分别都出来犯话 高津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有说其实我只有要14亿 我没有要那么多 是谁在作乱呢 傅昆吉黄国昌突然就决定要冲了 所以高津有没有受到压力 有 不要忘了 高津的意思是说那三兆不能算我的 我只有14亿 我只有14亿 不是28亿 我只有14亿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昨天就已经有国民党了 说高津你要自己弄一个下台阶 你不要全党跟你一起上了台 现在下不来怎么办 你的区域立委有压力啊 你柯智恩有压力 李温秀也有压力啊 这两大巨头嘛 一个是政策会嘛 而且军工就想要加薪啊 大家都有压力啊 大家都有压力 所以高津今天是出了消息 他要下来 然后是黄国昌 傅昆吉 两个接了球之后 不想下台阶 所以昨天我们讲下台阶谁给 大家都说高津要给 高津今天给 他说14亿就好 其实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 当天啊 私下栏尾表示 就在跟卓龙泰沟通过的时候 卓龙泰也说 可以讨论看看 看是不是大家各学一个下台阶 所以呢 今天会有协商 院 就是两院协商 就是习政院长 还有立法院长 就是国共泰希望 这个立法院长 那个韩国一来 韩国一来就是 即便是私下的这种会面 非正式立院党团协商 也一样能够产生 大家签下去 可以顺利的结论 好 那当然 实质上就是 到底这个面子要怎么给 我们还是要回去力学结构 其实我昨天 前天我们都不断的强调 如果高津要28亿全给 那每一个委员都说 那我也要28亿啊 不能这样 好那高津砍你把14亿 他14亿给出去了 那其他人的账要怎么算 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些想要争取的建设 他们所释出的消息 政院释出的消息是 你个别的委员 到了委员会 个别找部会首长来谈 等一下 就都把你停一下 这会有什么问题 各个急迫啊 我部会可能就给你奖定了嘛 好我这个给你 大概是多少钱 那你在省的时候你就要支持我 这就打破了什么国民党原来严守的团进团出 他们为什么要逼罗廷委出来道歉 就是因为这个家伙打破团进团出嘛 好不容易终于有一点样子出来 你如果不投只是弃权哦 你都要出来道歉 可是现在民进党的事出 你个别来谈 好不只是这样子 黄国昌也说 希望民进党可以来跟我讨论沟通议算 等一下 他跟傅昆琦的联手是 蓝白密会 蓝白党团的密室协商 闭门会议 敲定了 他们组成阵线 当然黄国昌又拉出来说 你行政院可以跟我来谈 好所以实际上蓝白的这个整合 第一他是非常脆弱的 第二连黄国昌都私下想谈 我们就必须回去问一个问题 黄国昌有什么很重要的预算吗 就我现在所打听到的消息 他也没提出这一方面的东西 好 所以黄国昌只是希望 制造一个囚犯两难 之前都讲柯文哲 但是现在黄国昌 制造一个囚犯两难 就是我要在傅昆琦不知道的地方 我要跟周龙泰去做某些程度的交换 那这样傅昆琦就会想说 黄国昌会不会谈定什么 会不会人事和黄国昌就放水 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这样 思想多了 傅昆琦可能就会更积极的 又要让利给黄国昌 那国民党这边的解读是怎么样呢 国民党的解读是 我已经让一席领域军给你了 接下来是你要回报我 不是说你还要继续拿别的东西 很多事情我都已经配合你了 所以现在接下来第一个指标 如果两院协商 因为是韩国瑜 韩国瑜是国民党嘛 韩国瑜如果进来话压的话 黄国昌不能这样怎么办 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党团协商 你如果真的进到立院的那种 三党党团的协商 那会有法律效益 因为是法律授权的 那你私下瞧的可能就不算数 好我们就想一个情形 国民党已经决定要把他送出去 让他进入委员会 副委 总议算副委 好同一时间黄国昌还在继续坚持要党 蓝白河会不会借齿就此瓦解 还是黄国昌那个时候摸摸鼻子好吧 那我们下去 黄国昌可能会这样吗 他应该是不太可能 所以他现在就提前放 用民进党来协商 制造好像民进党有私下跟我谈的这个状态 但是啊 我可以很肯定的讲 国民党已经表明他们不会受骗 为什么国民党会说他们不会受骗 因为之前就已经发生国民党要交通委员 就是民众党要交通委员会造委的事情 提前放话 黄国昌又提前放话 但国民党没有重计 没有没有配合 最后面才给你一个面子 就国防外交 好 所以回归现在的格局就是国民党打算继续卡着 但是他们有没有内部压力 有的 因为高金树梅的这一仗 傅昆奇演得太难看了 事前没有战略 事后没有手段 你就是完全就是配合 然后下台阶叫高金想 不是啊 你是党团总造 你要想我们要让到什么时候 然后你要去跟高金讲说 这个时候你要让 是你要负责 你不能这样去弄 所以国民党团内部有没有杂 有的 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声音 是责怪傅昆奇说 第一你没有先想好下台阶 你没有想好后续的工房策略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预算会期不是应该先提民生法案 没有 他提的是什么 跟黄国昌23号密室协商出来的 这个彩化法 还有吹哨子 那对于已经在地方有选民压力 我的民生法案 我的补贴呢 而且地方的民生就是预算 对就农民语物 各种老百姓很现实的补贴 我的地方的建设 所有的民生都是钱 对你这些有些是绑预算 有些是绑法案嘛 高津的那个原住民的进发 那也是绑法案啊 上半年会过的 所以现在才在叽叽叫啊 你居然没有把他往前排 所以其实已经很多人出来放话 就是傅昆理你这样子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民进党 柯建民如果处理的不好 现在他们就逐渐释出全力嘛 所以现在的格局就是 国民党内部已经出了一些杂照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另外一个很悲惨的东西 我要特别来补充 就是那个2758 民进党要充2758 国民党的少壮派也决定要充 好 那最后面国民党有提出自己的版本 反正就是否认这个联合国 就完全否定立场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传出 在改稿的过程中 年轻人写的必须比较不像话 他不是送给党团 因为傅昆琦原则文盲 所以他不会修 是送到朱立伦手中去修的 是朱立伦 手拔手拔死拔尿去 依国民党立场 你修出一个国民党中央 可以接受的版本 到最后一刻 牵出去最后一刻 朱立伦都还在修 好所以这代表是不是 朱立伦的影响力会进来 朱立伦的影响力进来 他只为谁 少壮派 不要忘了 罗廷伟这些 台中三帅现在变台中三傻 这些都是少壮派 这些年轻的委员 对他们来说 是谁提名我 朱立伦 所以他们当他们发现局势不对 我不能再跟傅昆琦的时候 他们会跟朱立伦 所以国民党现在有一个内报的信 就是 傅昆琦如果坚持走 跟黄国昌一起的路线的时候 朱立伦可能事实会撤走 他可以拉一下手 那就我了解 民进党这边也有释出一些意象 就是说 不可以来个两党主席会谈 对可以来个两党主席 我们去说 两党主席是指赖金德跟朱立伦会谈 因为另外一党已经不幸在处成了 就两党主席会谈 就是又在打一个高空 绕过你民众党 所以大家都在玩小技巧 可是这一波玩的是赖金德先放一个善意 朱立伦的善意放回去之后 好像现在善意又不见了 就是赖金德那边又没有再回了 赖金德去做他自己的 去谈国防外交的东西 赖金德突然发现说 好像我也没有那么急切的必要性 派卓隆泰去料理你们 应该就够了 所以现在的局势非常诡诀 一听到今天 说卓隆泰说找韩国瑜 大家一起来协商 好像卓隆泰也有获大权 因为之前听到的消息是 本来赖金德决定全面冲突 就是高金德这个我就踩全面冲突 我就完全不改 我就坚持在那边跟你拼了 这是很服奈金德的个性 但卓隆泰有跟他要你给我一个空间 让我去谈 但现在好像是卓隆泰要到这个通天之后 好像真的卓隆泰都可以搞定 所以今天立恩的媒体 全就在讲 哇又让卓隆泰内阁延寿了 又在延长了一段时间 就是 你们这些人每天那种嘴有或坏 就唱衰人家短命 但是意外的他就是争 他有人说九月都争不过 但是现在九月都底了 人家还是可以笑得出来 所以 所以要不要开赌局 开严寿跟严压的局 严压大概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 现在他们都在传说 金华城可能搞不好要拼 11月初就要起诉啦 可是别的案子可以再办再压 但是叫做续压 就是我在哪 找其他案子我再续压 就是他金华城牵出去 当然他比如说他先牵一个独立 财产来源不明 有些人是行为 但没有行为给柯文哲 那柯文哲理论上 他这一块针出去了嘛 但其他案子可能就提出来 然后就接下来把柯文哲去压 当然柯文哲的这个 比较大的点是昨天沈天青问很久啦 柯文哲只问了一下下 就是柯文哲的部分大概已经不多 他问两个半小时 然后加上人别确认什么 都够细够 其实时间不长 主要是沈青青的部分很长 加上先前的犯话 沈青青昨天好像从草问到完 对对对 他下午去一直问他深夜 沈青青是挂着尿袋的人 尿失禁的人 这样从草问到完 到底讲了多少重要的事情 显然就是应该是要厘清金流 然后可能就一笔笔问他 这一年你 这一天你离境去香港干嘛 下一天离境去香港干嘛 因为他半年出去45次也会不会太多了 所以 这个厘清金流的部分大概就是 现在案情差不多是转到 有人说是 392到560的阶段 也有人说是 沈青青其他案子 包括雨果市场 还有承包大量北市社宅 会不会是这些 还有掏空 对就是这些的东西他签认到 可能从2011以来的一些 就是201差年的这些金流 比较久了 那所以需要时间去离境 所以柯文哲的部分 虽然还有10月一整个月可以办 但某种程度上应该已经在收益 但那也是 可能是后面的金流 不是前面的金流 那这一趴在推 那还有这个北市科啦 北市科当然 现在一样也是一个 卡在就是柯文哲的意见 到底跟星光是怎么联系起来 你现在只看到他一直放给星光 让星光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但是没有看到就是说 双方有什么样的勾章 因为他现在问问到星光的人 据了解问这么多 应该还是在乱枪打鸟枪 那一口气叫十几二十个人去问 还没有收敛 就到底谁是对口 还不太确定 不过地方浪已经在讲 就是看那个金能堡 盖的真的有够快 他那个拼拼拼拼盖盖起来 那金能堡盖起来是55层 或是台北第三高楼 现在前两高楼都是在信息计划区 所以你不觉得很特别 因为信息计划区有信息期本处 总共七根很大 他是一根旱地拔冲拔起来 那地方上说你看金能堡 这样拼命的盖就代表 我钱花了 我当然要赶快赚回来 这是真的投资 你相对来说旁边两块还是草原的 还在养草 对那就你飙到的时间是一样的 完全不合理啊 所以随着那个金能堡的工程持续施工 我认为 北四科的压力 迟早会出来 因为他就是非常明显 你那两块地怎么看是怎么奇怪 好我请教一下严峰议员 一方面昨天事实上 检方第四次 这一个提讯柯文哲 那同时 这一个神庆经 也这个问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案情能否突破关键的金流是检方的办案的方向之一 可是呢 威京旗下的中工哦 确实跟台北市的纠葛非常的深 不仅仅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哦 包含了雨果市场也包含了这几天大家踢爆的中工保全哦 林林总总哦 还真的是超级科有有 现在除了金华城以外 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北市科的案子哦 那因为其实讲那么多案子就是跟两个财团有关系 一个就是威京 那一个就是星光集团哦 星光人寿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就是说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北市科的 先讲北市科这个案子好了 因为他从得到T17跟T18就现在就是被人家怀疑两个部分嘛 第一个就是涉及土利的问题 还有他工程严重的延宕的问题 不管是在北市科或者是南港转运站这两个都是一样的状况 包含调降权利金包含延宕 那有可能就是为了星光人寿而降低了这些条件哦 那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北市科调查小组有找星光人寿的人来问 他们派来的代表我们问他说 那到底吴欣盈在内部有没有去监管到他们的这个投资部门 结果他们的回函告诉我们说没有 他在担任副总的期间都没有 结果我去调到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他们在说谎啊 这一份图其实是来自于星光人寿去标南港转运站BOT 他们自己附的文件 当时吴欣盈是副总没有错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组织章程里面 组织架构表 前面这个董事长在下来呢 总经理他有所谓的首席的副总 资深的副总 再来一位副总 那吴欣盈一定是其中一个嘛 大家可以看到下来才有这些的组织 那你看到这个叫做风险管理部 国外国内的这个投资的不管是投资企划部或者是固定收益的部门 再来还有一个不动产投资部不动产管理部 如果以这个组织架构请问吴欣盈是不是有办法去监管到不动产部门 都是在他的辖下 第二个事情的状况是 今天高达数十亿哦 光是北市科就四十几亿了 南港转运站也是几十亿的工程 好的案子的开发案 你今天这些案子要不要送到董事会里面去讨论 要去做决策要去通过吧 那董事长又是你爸爸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这证明说 其实吴欣盈在当年2019年担任新光人寿副总的时候 他是可以去监管到不动产投资的 大家又可以看到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很敢的啦 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 瓜田里下啊什么避嫌啊利益回避他都没有在管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11月19号 他提名了吴欣盈当他的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 结果他跑去做什么 他邀请吴欣盈来台北市市长室的会议哦 成会七点半来报告耶 他提了什么方案 他说呢他说吴呢不仅连三天准时的来市府参加成会以外呢 还送上报告针对公仔 智慧医疗 我想要问的是这个智慧医疗 跟我们北市科的智慧医疗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从2020年接下来开始就是一连串的柯文哲把北市科的招商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去放宽条件跟下修权利金 那这些到底跟吴欣盈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再来我们就想问说好那星光人寿他现在标到这两个案子 现况真的是七七产产七夕啊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北市科延宕 他每个月其实都要做所谓的施工进度的报告 那现在呢北市科放在那边养草 他们就去提了一个叫做都省的变更计划 进来我们的都发局 结果你知道他们真的是连做功课都做不好 你看他这个上一次的委员告诉他说 你这个数学要处理 结果他根本连礼都没有礼哦 然后用同样的版本再送一次读审 结果一个礼拜内就被打枪了 那更扯的是他竟然连什么 连他的这个计划书啊 的格式都没有按照标准格式 这个是T17的 这个是T18的 T18的你知道我们的台北市都发局竟然跟他讲说 拜托一下你这个留一份下来就好了 其他的赶快退回去自己拿回家 不要放在那边当垃圾跟店铁啦 所以这代表什么 第一个他们连小事都做不好 那你还要期待他做什么重大的开发案 第二个他现在有可能就是急救张 因为这个案子受到全国的关注 他为了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他其实有在做一点什么事情 他就这样子做 结果送进去的资料却都一模一样 连改都不想改 第三个因为他接下来要跟台新金控 可能会有合并的问题 那未来北市科的这一块地也好 或者是南港转运站 对台新来说到底能不能够认列他的资产 那你要不要去做移转 那台北市政府你的态度又是什么 因为他有可能 有可能是涉及司法案件 图立罪的问题啊 那如果假设他现在合并的状况 那你台新金是未来接手 你才要来处理吗 那如果是台新金要来处理 看起来他要盖起来也来不及 那这种种的原因 蒋事府你应该要提出一个 说明跟一个方案 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他就准备可能就这样卡住一纸羊草吗 是啊他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因为你从空拍图里面下去看 他就只有围一个围里 就毫无进度 对没有进度 连一间厕所都没有啦 连一个铁皮屋也没有啦 所以如果按照他所签订的合约 2025年再让他展延两年 他也是绝对来不及 绝对来不及 那再讲到这个南港转运站的部分 其实你也是一样 各项的公期 他每个月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各项公期都是延宕的状况 那他们更扯的是 其实我们的这个缺失跟违约的责任 本来就可以 可以来做解约 可以跟他谈判 可是我们现在的供运处 还是就放任他们 他们有申请什么 现在新光人寿去申请一个展延 他说因为过去有很多的原因 导致他们公期的延宕 提出了很多的理由 说要展延两百多天 可是我们市政府不接受 因为那些都不是理由 现在只让他展延了 大概六十几天而已 那其他的公期 你南港转运站 你新光人寿你要怎么把它补起来 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然他就也会变成一个烂尾楼 就让他慢慢盖 那他也不怕你罚钱 反正他有的是钱嘛 对不对 那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新光人寿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管是北思科 或我们现在要谈的南港转运站 他都是得了便宜 还摆烂 为什么我说他得了便宜 大家可以看到 以南港转运站为例 都是他的权力已经不断的下修 你可以看到这个从第一次 总共第一次本来是要17.5亿 加上变动权力金 下修到第四次招商的时候 竟然只剩多少 6.1亿加上租金 所以你这个中间差了多少 11亿 他等同于在第四次招商的时候 他把整个固定权力金都纳掉了 那我要问说 好 你今天你说因为标不出去 那这个差了10亿元 差了总共10亿元 谁来决定可以全部都把它免出固定 这个固定权力金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当然也要讲清楚 然后你去比较 当时柯文哲以前在选举的时候 他不是都在批评说 那个日盛生 他有得标台北转运站 他也是转运站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 当时这个转运站的主体 日盛生这边是9% 柯文哲是怎么骂的 他说这个就是图利 对不对 然后权力金也少收 然后图利财团 说上面让他做商办 做百货 你根本就不是做转运站 当时柯文哲以前在选举的时候 他不是都在批评说 那个日盛生 他有得标台北转运站 他也是转运站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 当时这个转运站的主体 日盛生这边是9% 柯文哲是怎么骂的 他说这个就是图利 对不对 然后权力金也少收 然后图利财团 说上面让他做商办 做百货 你根本就不是做转运站 结果在柯文哲的任内 新受得标的南港转运站 他的主体8.12% 他比当时的日盛生还要更低耶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用一样的标准 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过去的柯文哲讲的话 打脸现在的柯文哲 这个表格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你应该要好好的去跟检调也好 或者跟社会大众去说明 为什么在你最后两年的任期 这几大案 其实都是发生在最后这两年 包含我们防疫的期间 你从2019年的年底 一直到2022年的年底 全部都在处理这几个案子 趁大家都没有在注意的时候 所以你跟财团之间的关系 那有没有因为你所谓的 政治的公权力 政治的这些行政的判断 的政策而导致土利的这些财团 土利的这些家族 那没有做到利益回避 我相信都是未来检调单位 除了进华城的案子以外 接下来也会一一的去把它理清楚 好我请教各位事 柯文哲2014年是打权贵 打财团起家 后来你也爆料 事实上他跟财团走得非常近 那跟财团交往 也不能说他犯法 可是台北市这些案子 都图利特定财团 各界当然觉得 这确实有犯法的嫌疑嘛 那所以柯文哲这样的发展 你怎么观察 柯文哲就是在这个积压的时候 确实声量是在最高点 可是呢他慢慢已经往下坠 他往下现在只剩下 差不多10%而已 跟当时比较起来 可是你难以想象 即使如此 他现在还是台湾 第一名的被评论的人 也就是政治人物 大家对他的好奇度 还是也是维持第一名 我讲这叫做柯文哲的声量防线 那我们来看这柯文哲的声量防线 就是黑色的这一条 我们由此来看他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我们以为黄国昌 可能新闻很多嘛 因为他口水多啊 不管是骂这个民进党啊 骂这个所谓卓龙派啊 东骂西骂 但是你会发现 他距离柯文哲还是非常的遥远啊 黄色这一条就是黄国昌哦 这个礼拜啊 距离还是非常的遥远 可是我讲为什么 这要柯文哲防线啊 谁超越了 像这个高峰啊 我们来看 这个高峰是谁 就是罗廷伟 那罗廷伟刚开始呢 他这个废票的关系啊 你看他这个瞬间啊 他的声量是 还有被好奇度是超越了柯文哲哦 所以他就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但是很可惜 他隔天啊 道歉了这个行为 反而会让更多人关注他 关注他的原因啊 已经不在于他为什么 那个时候要投下弃权票 而是关注你干嘛又道歉 所以对于这个政治人物来讲 我认为罗廷伟的这个政治生命的 这个左右不定摇摆的结果啊 他恐怕影响到自己反弹力量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再来看哦 这一周也就是周末啊 有谁出事了哦 那大家来看一下 黄绍婷 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黄绍婷 黄绍婷刚开始很单纯啊 他是什么事情呢 刚开始很单纯就是 设诈领助理费 设诈领助理费的新闻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现在目前有多起啊 就是比较老的议员 那因为那个时候作账的关系啊 全面的盘查 所以不管蓝绿都有这样的案例出现 那其实你设诈领费通常啊 现在都是这样 你就还钱认罪 然后就是因为已经非常多人这样了哦 你根本不需要逃掉 但是神奇的是 已经找了他一天找不到 所以突然间昨天啊 又非常引起非常多人讨论跟关注 那非常多人晚上开始关注他 那今天报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居然啊 一是就跑去中国厦门了 哇 大家不可思议啊 昨天我们才讲 他可能有双重党这个国籍的部分 他会跑去美国 因为他有美国护照 在那边好像有房子嘛 结果今天揭秘了 他人居然在中国 那虽然啊 他是说啊没有 我没有要逃避 我只是去那边 刚好去那边 那我有机票一定会飞回来 但是我看他的政治生命也没有 那间接会不会影响到可治人 我觉得这个几率也非常高 那我们再来讲 关于这个曲线图的部分哦 另外黄国昌这么低的结果 还有金华城 如果大家有看到金华城的部分 呃是这个红色的部分的话 这个呃金华城 金华城的部分 我必须跟大家讲 很特色的是 其实金华城现在的讨论度 没有像高 这个所谓柯文哲一样这么高 但是要金华城碰到柯文哲 省庆已经碰到柯文哲 那讨论度就大爆点 为什么那叫做这个 新闻爆点式的讨论 那当黄国昌喊出说 现在已经陷入这个胶着空转 有没有用 显然没有用 也就是说 民众党想要拯救柯文哲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再加上黄珊珊一直在强调什么 在强调所谓金华城 有没有这个所谓 法源的依据的问题 显然民众对这个完全无感 不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声量的部分 因为金华城非常的低 那黄珊珊一直企图 想要打金华城呢 其实是完全没有图力 然后呢是有法源依据 但民众完全无感 这代表什么 代表民众在心里面 金华城就是一个弊案 他有图力 也可以涉嫌贪污的这样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再来讲 关于这个谢国良的部分 谢国良确实啊 都cover在所谓的这个 柯文哲的下面 那cover到柯文哲下面 也就是讨论度也被压得非常的低啊 所以会不会造成 谢国良在这个所谓罢免的部分 变成一场冷战 我觉得机会也非常高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 关于柯文哲的事件 为什么柯文哲还是引起大家 不断的不只是主动的搜寻 而且还有热烈的讨论 原因还有就是说 关于沈庆金啊 他就是前几天啊 被爆出来所谓司机的案外案 那司机的案外案呢 这比较属于八卦 可是大家注意到 它是在什么期间发生的 它发生的期间 其实是在2013年到2016年 这跟什么刚刚好接近 刚好就跟现在大家都说了 现在检调会不会已经开始在爬出 所谓我们金华城 涨胖城这个所谓840% 这个部分的前转 前转到哪里 前转就392% 膨胀到560%这一段 对那也就是前转 所以呢大家都会发现啊 那为什么林州民呢 去的次数就蛮多次的 就会不会跟前转有关系 而且如果跟第一阶段 前转有关系的话 大家要记得 大家看到的揭露的资料 会议记录在哪里 就是柯文哲成会 列管三个月的部分 在106年的5月3号就开始了 那106年呢 也就是所谓的2017年嘛 对那我们就来看了 所以为什么检调 刚好出现了所谓2013到 2016期间关于司机可能去涉嫌 洗钱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再来讲 司机涉嫌洗钱这样的行为 可以证明什么 可能间接证明 省庆基有在国外 有所谓洗钱行为 那有没有可能涉及海外 洗钱这样跟柯文哲重叠到 果真在这个昨天的新闻 就有人揭露出来 媒体报导就是说 沈庆金是否涉嫌 这个海外的洗钱 也正好启动了 法务部的国际金融情报中心 那启动了这个 国际情报金融中心在干嘛呢 是不是就是要查柯文哲的 海外金流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人不要忽视 虽然民众党一直在那边 很开心的说查不到金流 但大家不要忘记 那4300万的商办 就是严峰揭露的 4300万的商办 那虽然你会发现 为什么特别要在黄珊珊 出国前带着夫人 去开这一场记者会 去解释还揭露 会不会跟这一些事情有关系 而且大家也不要忽视了 如果你这么巧合 那怎么刚好你的 这个所谓的租 租方刚好又是跟租雅虎有关系 所以光4300万 这个跟所谓现在揭露的 海外金流 跟第一阶段这些时程 我觉得让柯文哲 现在的案子 应该会再更缜密 然后再往前再去追踪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